雖然說入圍前十的民生實事都跟市民生活息息相關 不過這次的海選真的一路如冷 第二輪的精選也只不過是收回了五千多份這麼大把 全市這麼多市民,五千份算什麼呢? 儘管我們的媒體也再報導,市民始終熱情不高漲 為什麼? 婉陽去跟街坊聊過 2015年的十大民生實事偵襲是廣州首次通過海選的方式 民需於民,讓市民自己硬出了關心、最盼望解決的問題 現在兩輪的偵襲已經過去了,但是我們在街坊中就發現 很多市民竟然對此還是不知情 我不明白怎麼回事,我對你不太熟悉 我覺得平時很少會有途徑去反應這些東西,關注都不是很多 2015年十件民生實事第一輪偵襲在20日裏 只是收到15條的意見,加上電子郵件和郵機銜件 也只是偵襲到,有效建議218條 第二輪偵襲為期11日,意見偵襲渠道增加至郵機、網站、微博和微信 最終回收了五千零八十五份的問卷 有街坊說,連面評選十件民生實事,但感覺效果並不明顯 感覺有時候就是,就是不一定害怕有效 感覺很難解決自己的問題吧,最終還是覺得那個效果問題 希望有效果,不要說你今年十件,明年有十件 其實沒什麼變化,老百姓就不理你了 回顧過去五年廣州市政府列出的民生實事 2013年可以說是成績最差的一年 當年政府提出,推進垃圾分類處理 基本建成大田山餐廚、廢棄物、處理廠項項目 升級改造垃圾壓縮站40座 但是這些任務都未能夠完成 我想在這裡面就是要追責、要問責 同時呢,我們有的時候一點做不好的要說清楚 我們要用幾點來做,不要另外改為其他實事了 沒有完整就不了了之了 這樣大家會從失望當中感覺到一種更加的冷漠 彭彭英偉、限牌、張家治島等一系列的舉動 反映出廣州市政府近年來過於強調管制 但卻忽視了服務,這種思維需要改變 廣東台記者阮陽報導 其實群眾冷遇真是很難說明問題 有時候不是說他們不知道在辦這件事,不是不關心 當然你問一些外省的人他當然不關心 都不關他事,他過客而已 而是他不相信政府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去辦得到 就算今年由群眾話事,你來選 大家依然覺得他只是做事 以往大使宣揚已經做到所謂的實事 那些實事離我們生活很遠的 市民基本上是感受不到的,做什麼才能 現在市民最迫切希望能夠做得到的,看得到的 隨便可以舉很多例子 交通不要不擁涌 打擊你的汙淚車 改善治安差 治理下水浸街 食品安全 解決太病難太病貴 入學慢,住房難,等等 我隨口都說幾十條出來 說出來你做不做得到的? 你做不到的嘛 我隨便